这个男人被上帝选中 拥有了超乎凡人的审理 上班路上塞车了 他双手一挥 所有汽车立马让绑 遇到恶棍 他一张嘴 男人名叫老金 一天前他还只是个倒霉蛋 当记者没多久 就因为报到真实案件 给老板当场吵鱼鱼 他出门碰到恶棍在欺负几代 老金上去制止 结果惨遭围殴 回家了 女友又因为他的任性 两人大吵了一架 老金被赶出家门 结果车还没开多远 就直接撞在了电线杆上 他绝望地对着天空大喊 结果第二天来了通电话 说有分量工作安排给老金 他来到大楼见到了老板 对方说 老金这一听 当然不信 哪有神仙下凡人间的 上帝告诉他 他这一声说过的所有话 都在面前的柜子里 老金走上前准备打开 上帝像是知道什么 后退了几步 接着 上帝一敲柜子 老金人都傻了 却压的是在耍我吧 柜子后面肯定有机关 结果他挪开柜子一看 啥都没有 老金不服 他把双手迭在身后 让上帝猜猜自己 伸了几根手指 上帝说七根 他赶紧收回两根 结果一伸手 右手居然变出七根手指 上帝表示 等老金走出大楼后 就会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神力 老金这一听 自然是给吓得拔腿就好 他连忙坐进车里 可以打火 汽车引擎就坏了 谁知他说了句赶紧启动 车子居然又好吗 老金来到餐厅 试图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神力 只见他盯着调料罐 下一秒 罐子居然飘到了手上 他想要一根勺子 结果勺子直接从嘴里出来 接着他看着面前的汤 突发奇想 他双手一拨 汤居然分成了两道 好家伙 老金还真的拥有了神力 这个男人居然是上帝 他手指一指 消防栓直接抱水桶 看着橱窗的亮衫 他眼睛一闭一睁 衣服自动换身上 看到欺负过他的恶棍 老金直接把一只猴子 从恶棍屁股中生了出来 接着他又一张嘴 成群蜜蜂蜂蜂而出 就连气功水上飘 踩在海面上都是轻而易却 拥有如此神力的老金 整个人都神轻气爽 为了讨好女友 他看着夜空 双手一拉 月亮直接就给拉进脸上 这么大的月亮 真的是第一次见 狗狗喜欢吊在沙发上 老金手指一挥 狗狗立马对着马桶撒吊 出门上班 他新闻早报道完了 但他一脸自信 说等会还有大事发生 下一秒 一只警犬就从草地里 刨出了一具尸体 同事想拿摄影机拍摄 老金直接就锁上他们车门 自己跑去拍独家素材 之后每次报道新闻时 他都用自己的神秘去 在美食节上让女士砸落身后 而在现场的老金 总能拿到独家新闻 他成了风云人物 受到各大媒体的重感 老金跑去和女友庆祝 女友却以为他想求婚 结果只是表明自己 当上了头号记者 这可把女友给整崩了 突然老金的脑子充斥着噪音 他头痛欲裂 出门呼喊上帝救命 一瞬间他居然给带到了 珠穆朗玛 上帝告诉老金 他脑子里的噪音 其实都是普通人的祷告 只有把祷告处理了 那么听到的噪音才会减少 为了处理祷告 老金回到家 把祷告全都变成书面文件 储物柜太占位置 他又换了遍签指行事 好吧 这也太多了 最后他把祷告变成电子邮件 只需一键下载 就能查看所有祷告 可一个个批准太耗时 每秒钟都有成千上百万的祷告 在不停更新 老金处理到下辈子都处理不完 他人都烦了 直接一键同意批准 所有人的愿望统统实现 超过40万人同时中彩票 你见过吗 但官方可给不起 每人千万大赚 最后发到每人手上 也就只有十几块 这可把所有人都惹怒了 跑到大街上 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暴乱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冒牌上帝老金 一键批准所有人的愿望所导致的 不仅外部发生暴乱 就连老金的女友都和他提出分手 就因为上次的直男发言 他企图让女友再次爱上自己 可不管怎么施动神力 对方都没有变化 看来对于感情方面 连上帝都没有办法 老金再次找到上帝 对方表示 做人可不能随便许个愿望 就盼着上帝来批准实现 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奇迹 老金被一语惊醒梦中人 他将批准过的愿望 统统取消 并亲自上街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而面对被自己抢走风头的同时 老金更是选择了辞职 让对方成为金牌记者 狗狗还是喜欢在沙发上撒尿 他就把沙发搬出户外 久而久之 狗狗终于被训练到会 对着树干撒尿 而这晚老金在祷告邮件中 发现了女友的祷告 原来对方即使分手了 但内心其实一直都深爱着老金 只是他所做的事情 实在是让女友大受伤害 得知一切后的老金 自责地走在一夜中 他向上帝认输 他不再想当一个 拥有神力的冒牌上帝 忽然圣光照射 谁知老金一看 老金来到了天堂 又一次遇见了上帝 对方让他学会祈愿 不是保佑世界和平 不是拯救饥荒的全人类 而是为他真正所关心的东西 老金认真思考后 他没有许愿给自己复活 而是只想让女友能够过得开心 这样对他而言就足够了 上帝终于看到了老金的真心 他手指一戳 直接把老金给救活了回来 最后他因祸得福 女友也跟他重归于好 而老金尽管失去了神力 但他也在利用自己的双手 去帮助更多需要有难的人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冒牌天神》 欢迎关注科幻战检 我们下期再见